大家好,我是郭艾修禅 今天是2022年2月8日 咱们最要复盘 那么大盘今天再度冲高 并且方样 大盘有没有期望 基建金融科技 谁未来更有潜力 谁更有可能称为贯穿 为整个虎年的主流热点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指数 那么对于商政指数来讲 今天这一根开线的 用传统视角表达来讲 它是一种持续走强 那么第一,量能是放大的 第二的话呢 今天近视于光头的阳线 表达是比较强势的 同时我们把今天这一根阳线的话呢 如果说做一个拆分 那么市场会更容易理解 怎么去拆分呢 我们把今天这一根阳线 当做两根来去理解 一根的话呢 是属于今天上午盘 开盘之后回落 那么今天这样的回落 和昨天阳线 今天这样的阴线 它是一种多空平衡 而后的话呢 再出现的是阳线的反暴 如果说用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表达 就类似于咱们前面所预设的 这个位置呢 给出一个多空平衡 而后呢 再跟阳线反暴 强反暴的一个特征 那么当前来讲量能是有表达的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 反弹的力度 还是可期待的 就那反弹力度还是可以 那么呢 我们再来去观察 咱们在春节之前表达的 当前就市场作为 用完全分类的思想来进行看待 如果说继续下 反暴占不上3400点 那么的话呢 防范的是 1比1中期趋势线破坏 1比1等长的下跌 它可能再往下的话呢 在3000 在3100点附近 是一个节点 如果这个位置呢 能够快速收复3400点上方 并且带量 那么呢 它的运行区间 3400到3700这一带呢 有个增大上 那么当前的话呢 向上的可能性在不断的增加 那么我们再来看残忍结构 残忍结构的话呢 那么当前 那么昨天 前天 大前天 连续三个交易日呢 它是呈现了一个底分 但是呢 底分不够强 那么今天呢 是属于补量上行 那么今天日内的高点呢 是3453 1月27日的高点 3456 还剩三个指数点 如果把这个阴线 1月27日的这个阴线 给增覆盖掉 那么它是属于阶段性的 由空转多 由弱转强 好 那么这种残忍结构 那么残忍结构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底分 那么先观察 能不能向上形成一笔上的延续 好 那么再看细节 细节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的表达的话呢 是以小转大的方式 在进行 那边从上方 3708点位以来的下跌调整 它是给出了 两个五分钟书 且 中书有接触 可以把它作为 中书的扩张来处理 中书扩张处理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在350一带 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位 那么当前的话呢 因为这个位置的向下离开的话 和前面这个位置相比 没有被迟 没有被迟呢 当前 五分钟线转上 五分钟线转下 五分钟线转下的这个低点呢 是可以 不破前面低点 是可以当成一个 五分钟的 二类买点 来进行看待的 而且这个费率反弹的话呢 力度还不错 力度不错的话呢 那么当前是可以期待一个 五分钟的盘整上 就是呢 五分钟线转上 五分钟线转下 如果说呢 和它力度比较强 回落连前面高点都不接触 它是五分钟大线段 还可以作为五分钟 三类买点去处理 但是呢 当这样的一个走势结构 走完 就是五分钟的 走势列行上走完 那么再对比 离开段和进入呢 是否有被迟 以及上方的 三十分钟中速下沿 是否有接触 如果说上方 三十分钟下沿不接触 内部且有被迟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反弹结构 走出来 一定要再一次 做出减持的应对 或者是做出卖点的应对 但是呢 这个卖点一旦 后面给出一个五分钟的反向运动 反向运动的话呢 不破前面地点 又可以把它当成 三十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去跟 而后呢 观察会不会走出一个三十分钟的 盘整上 三十分钟的类型上 那么三十分钟的走出类型上 它是什么性质呢 就是期待一个日线的线段上的表达 就是这是一步一步去跟的 就是当前这个位置 先观察一笔上能不能走出来 如果说能够 以五分钟攀整的方式 走出一个日线的一笔上 观察前面的中枢扩张 升级三五五零一代 如果这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不能突破 内部有被迟 找卖点 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三十分级别二的买点 也日线一笔下 而后呢 再走一个日线 带有比中枢的走势类型 走一个日线的线段上 那么这个日线段上的这句对比 它们之间是否有被迟 同时也是考验三千七百点的位置了 好 这是当前对于指数的观察指标 但是我们会发现呢 商政指数呢 这两天表现的是比较强 带量 那么呢 创业版纸今天又给了新低的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是资金的选择非常明确 一 商政是放量的 而创业版是缩量 二 创业版又不断地打新低 打新低的话呢 其实核心原因在于 一 一些小盘股和体财股持续走入 二 新能源方向持续走入 好 那么对应的 像咱们在前面所观察的 像昨天一个是建筑基建方向走强 那么今天的话呢 面临分化之后能够再度走强 这是一个 虎年 连续开年的两 就是开市的两个交易日 资金最为明确的一个方向 就属于像基建建筑这一类 包一带一路等等 其次的话呢 像今天 像保险银行证券 咱们在昨天 包括节前呢 也给出过点评 证券板块的话呢 今天出现了一个掌停板 作为一个极端性的小的 人类龙头或者风险 要来去跟 看看能否有进击 人的建筑 方向的话呢 适合用中长的一个视角去跟 因为呢 它的整体的位置比较偏低 而且呢 内部的推量个股 是属于估值比较低的 好 那么咱们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视角 那么我们来逐一句看 像基建金融科技 科技 哪些方向是 有机会的 金融 重点看证券 基建 我们来看一下基建里面 比如从板块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昨天建筑板块呢 实现涨停 涨停潮 而今天 在分化的同时 它应该能有11家个股涨停 那么从体材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今天 对应的 走的比较强的 或者是呢 表现活跃的 像互联金融网络游戏 华为 就是那种科技 分支 包括呢 像 大数据 包括呢 像区块链 等等 这一次咱们前面 讲的会不会存在一些 小周期的 风格切换 那么对于建筑方向的话呢 例如说像 建筑板块指数 这个板块指数的话呢 咱们对它的一个态度 当前是 以大的一个视角上面来讲 它是一个周线级别的攀整下 攀整背池 就属于 咱们前面讲到过 焦灵超过108个系列当中 对应的 攀整背池 与历史性底部 那么 以这个位置作为一个观察 观察基点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的一个表达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底部区域 从刚刚走出底部平台的一个视角来进看待 好 那么刚刚走出底部平台来进看待的话呢 那么前面这是一个大的 周线级别的 周线的这样的一个攀整下跌 攀整背池 那么以这个位置作为一个 I0来进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当前的基点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日线的中速延伸 甚至 可以作为升级处理 就是呢 这个位置可以当成一个底部平台 那么前面的话呢 一轮上涨 带量 回落下来二次冲高 因为还没有走完 量能是有表达的 但是对这个板块的话呢 要保持足够的耐心 用中 用长线的一个视角 就是以年为单位 那么呢 从未来的一两年的实践周期当中 那么它什么时候能够 真的是打出去 列出呢 走一个周线的 向上离开段 中间呢 带有日线中枢的 日线级别中枢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类型 那么呢 再去观察他们是否有被迟 然后的话呢 一旦走到高位 有被迟 量价顶背离了 它可能就是一个风险点点 但是将这样的结构走完 它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能完成的 好 所以说呢 对于建筑板块指数来讲的话呢 是可以用中长的一个视角去跟 这是当前资金 最起码都是资金认同的 你认不认同这个逻辑 这是你的视角或者是喜好 但是呢 从量价关系来看的话呢 这是当前资金连续几个月 连续两个月 两三个月时间以来 资金是比较认同的 也是属于成呈现了一定的体位板块 承接 对于资金有一定的承接 好 这是对于建筑板块 那么有之对应的 例如像一带一路呀 包括呢 像阳锡改革 包括呢 像对应的中概股 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体系去看待 最终的话呢 像这些方向是最终 它是会有一个像 对什么 对一个 一个是属于估值的优势体现 第二个呢 是结合政策 或者结合中国的大国地位的一个匹配的程度 那么呢 如果说外围 或者是国外市场有一些动荡 那么呢 从国际资金的一个视角来讲 会如果说呢 挖掘中国的一些价值 那么一定是从估值比较低 而且呢 盘整体的盘子比较大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 好 这是该方向的 咱们其实在两个月前就讲到过 对它的一个态度呢 适合用中长线的一个维度去跟 那么我是看金融 那么对于金融板块的话呢 那么 金三胖里面 像保险银行证券 那么保险银行证券里面的话 其实它前面调整是比较充分的 调整比较充分的话呢 当前对于保险板块指数呢 它是属于在 可以把它理解为还在勾入底部平台 但是呢 这个位置 它的持余性 包括了风向标 量能没有体验之前 这个位置呢 只是当成一个增长平台来去用 好 那么银行板块的话呢 这个位置也是属于增长的一个视角 那么重中之重的 像征券 征券的话呢 今天量能是微微放大 那么把昨天和前面 做一个包含处理的话呢 当天已经呈现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底分 那么这个底分的话呢 还如果说把 1月27日的阴线 给完全覆盖掉 那么它才能够称之为强底分 当然当天表现也不弱 它是一个反暴 后面量能不能保持住 很重要 但是这个板块的话呢 咱们前面对它的态度是属于 有一定的 抗跌的一个属性在 好 这是证券板块 那么我们再看科技 科技里面的话呢 其实分子很多 像半导体这类方向的话呢 因为在2021年表现不熟 当前的话呢 其实还在属于 风险释放当中 但是的话呢 对应的 例如像 输入货币 近期的 政策 消息 比较多 前面呢保持活跃 那么连续调整过 做到当前 其实从开线语言来讲的话呢 一月二七日的阴线尸体 作为一个防守位 不是说防守位 这个位置呢 能不能覆盖掉 能够强覆盖 那么它这是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 由弱转强 有空转多的一个态势 这个位置没有强覆盖掉 当前的话呢 只是 把昨天的阴线给覆盖掉了 量呢 是带量的 后面如果说能够把 一月二七日阴线 能够再给覆盖掉 那么它是有机会 甚至再挑战前高去 好 但是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不能把 一月二七日阴线给覆盖掉 阴阳交替的增浪 再打一个小的低点 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它是可以当成 大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来去跟 就是下上下 而后的话呢 期待一个相当离开断 因为它的前面呢 有量堆 当前的话呢 只要说量能慢慢起来 那么这个板块呢 内部会有一些个股 会保持活跃 而且呢 如果说结合一些 个股本身位置不高 一有支撑 再加上一定的消息 正式层面的预期 所以说呢 是可以去跟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列出像大数据板块指数 大数据板块指数呢 它当前呢 也是以 一月二七日的阴眼尸体 作为一个观察基点 没有墙覆盖之前 这个位置呢 只能把它作为 几跌周的反抽 但是呢 内部的局部的个股 它是可以去跟的 当前的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从1058点位以来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日线的线端下 日线的线端上 这个位置的话呢 阵阴阵阵阴阴过周呢 因为前面有个小的 平台的破位 当前只是破位反抽 反周过周的话呢 如果说后面亮了 能够起来 再回落一下 这个回落的话呢 不管说前提破也不破 再回落的话呢 那么它的机会点 会更加的 理想一点 当前的话呢 只是用短线的视角去跟 去观察而已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今天从体材的一个视角 以掌情板分布的一个维度来讲 那么像互联金融 像网络游戏 像华为 其实都是从轮动的一个视角 前面几跌 当前资金的一个轮动 好 如果对应的话呢 像科技方向的话呢 还是像以缩制货币 以缩制经济为核心的 虽然说呢 节前也是经过一个快跌 快跌之后的话呢 那么该方向后面 大概的还是会有一些反复 好 那么再作为一个总结 总结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当前的一个 市场的一个节奏 包括资金的一个态度 像以建筑以带以入基建类的 它是一个 就是承接 高位离场的资金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 那么金融里面的话呢 那么征券板块 稍后咱们再去具体分析 但是呢 它呈现了一定的维稳的一个程度 或者是抗跌的一个程度 所以说呢 当前对于创业板来讲 未来的它的走势可能会 波动的幅度会比较大 而对于商中指数来讲的话呢 这个位置 反弹 如果说呢 前面的三分钟中枢下沿不接触 那么对应了还会有冲高速的回落 但是主要低点不断抬高 那么它是 可以期待一个向上的 以走一个三十分钟的走势力行上 日线线线上 就是维持一个多月 接近两个月 这样的一个增长上的反弹 只要说补给新的低点 如果给了新的低点的话呢 那么重新进行交正 观察新的背词的基点去把握机会 而且呢 从建筑 基建方向 权重方向 金融方向的一些配合 那么呢 此处 对于大盘来讲 可能想要继续升跌 继续下 继续出现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大跌升跌 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好 那么对于科技方向的话呢 那么以说的经济 包括呢 内部的一些轮动的一个视角 所以对于科技方向的话呢 暂且用短线或者是用一些交易节奏 而对于建筑类的话呢 适合用长线的一个维度去观察 金融的话呢 那么证券板块何时会发力 那么呢 要看能不能放量 所以说呢 当前一定要有新的 新的思维 新年新方向 新气象 新的视角来去观察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注意的没一句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好再见